Hello 大家好 朱春濤 其實在澳門現在不少年輕人喜歡買電動車 不過數目仍然是相對少 在澳門出新車 10架新車可能只有2架才是電動車 香港又反過來 10架新車有8架是電動車 今天社交媒體平台有網民說 在澳門買電動車都是愚蠢的 混能才是黃道 此言一出網絡議論紛紛 網民給我不同意見 有些說駕駛電動車駛電動輪椅是黃道 我駕純電動輪椅 整條街都說了 這些都是開玩笑的說 不過有網民很認真回答 駕駛了3年電動車真的省了不少 稅又不用買個保險就可以了 充一次電夠一星期用 每次都是70元 比以前駕駛油車省了很多 這樣計算 4、7、28 一個月就是280元電費 如果駕駛油車 節省的駕駛 每個月的油費都要1000元 有網民說 澳門地方小 充電站不夠 又要放下車才可以充 不過有網民說 其實公共第一場超多 慢充 照我理解 就應該要成2000支充電樁 全澳門 還有各大賭場 都很多充電樁 越來越多 雖然現在美斯比高梅 免費拍車的時間 由6個小時 縮短到4個小時 不過看到 仍然不少 Tesla 去那裏充電 每次都爆了 有些朋友說 擔心電車的舊電 不耐用 好像iPhone 充一下充一下 不久就會衰減 續航力就會大減 到時要兩天充一充 很麻煩 不過有網民說 放心 原來在內地有電動車 開了32萬公里 回原廠檢測電池 衰減才降了9% 你可以選擇吳迅 說我身邊很多朋友 開了Tesla七八年 確是省了不少錢 起碼零入油 零換油 零立派 如果不接受 當然不接受 沒有人逼你 但不要說人家愚蠢 有些網民擔心 電動車的二手車價 殘到沒有人要 這個的確是 在內地有人調查過 但同樣是汽油車和電動車 汽油車的保值率高一點 高十幾個百分比 如果你買電動車回來 駕駛8年以上 其實都不需要理它 二手價多少 有網民也說 其實Tesla的二手價 算是堅挺 不過內地調查過 好貴的那些品牌 電動車和油車 他們之間的二手價 其實相差不多 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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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車是低很多的 油車經常要換油 波箱油 之類的那些 不喜歡這麼麻煩 維修那些 駕駛電車一流 真的不用怎麼理 剛才說的充電費很少 如果你的用車不是太多 一個月充三次電 每次70元 即是200元 比喇油車 起碼都要1000元 油費 便宜8塊錢 一年省9,600元 如果你搞澳車北上 充電更快 又便宜 泛旺時間 可能內地 過二人錢人民幣 非泛旺時間 夜晚的時段 五六毫子有交易 真的充滿一缸電 50元人民幣 一個月即是九幾水 省得更多 為什麼香港的人 接受電車的程度 比澳門多這麼多呢 因為香港二十多元 一公升油 如果開電車 真的省很多 澳門這個差距 沒有香港那麼大 加上澳門在私人停一場 安充電裝 非常麻煩 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了 加上電價下調 相信會更多人喜歡開電車 其實現在年輕一代 接受電車的程度 越來越高 有不少年輕人 還買不少那些 左軚的內地電車 過來澳門開 正式便宜 靚靚靚 溝女一流 溝女神器 來的 女兒讓你知道 你這輛車是什麼 基本上四個輪 跑車的型格 一口油 喊喊喊喊喊去 女兒什麼都肯制 實際上廣澳地區的溫度 好適中地方不大不小 駕駛電車其實非常好 好 集結到先 現在上資訊了 再見